小熊隊的季後賽之旅遇到了危機 原本祭出的小熊戰績十分慘淡 但在7月開始拉出了一波連勝 讓小熊隊保持在外卡三個名而終 然而在最後兩個關鍵的系列賽 讓小熊隊的季後賽之旅遇到了重重難關 我們先來看國聯的外卡戰 會發現小熊隊的外卡位置十分的不穩 後面的馬鈴魚緊追在後 只要誰先多贏一場,誰就有機會拿下外卡名額 而小熊的兩個系列賽對手 比馬鈴魚硬到一個誇張 先是對決今年打線可怕已經白勝的勇士隊 下一個系列又是撞見小熊自己中區的優勝隊伍釀酒人 今天小熊以6比7數列了勇士隊 而這一敗將小熊隊的處境推到更加危機的狀況 而輸的原因也很難看 因為林木成也一個失誤讓戰局直接扭轉 只能說成也銷河敗也銷河 林木成也本場有安打建功 三壘安打也有近仗打點 幫助小熊領先 結果在8局下加了一個寂寞 讓原本安全下裝的結果變成了勇士2分回來逆轉戰局 而9局上也急於想挽救自己的弱師 揮棒過擊導致三陣 小熊目前只剩下無場比賽 而照這個情形 一定要在接下來勇士的兩場比賽中至少拿下一場 除非起伏後面的馬鱗魚和紅人一起連敗 如果小熊最後真的不幸被勇士隊橫掃 後面對決釀酒人壓力也會極大 也就兄多棘手了 我是雲浪 感謝這期的收聽 我們下期再會